所以那個時候我就 勇氣百倍啊 我雖然一邊哭 但是我一邊非常非常的開心 我是多麼的喜歡沈嘉宜 所以 就在那一天 我走到我的經紀人 財治平的辦公室 我跟他說 財姐 這部電影 你出一半 我出一半 我們兩個人合力把電影給拍完 他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我一直都想要講一句 非常帥的台詞 這句台詞就是 這輩子啊 我買過車子 也買過房子 但是我買過最貴的東西 是夢想 我一直覺得 我一直覺得 我們華人啊 有一個集體的行為 很奇怪 就是我們都很喜歡看一些成功人士 寫的成功書 對不對 我們喜歡看這些人如何成功 如何一路披荊斬棘 獲得成功的過程 我們都希望從他們人生裡面得到力量 我們特別喜歡看一些作家鼓勵我們 要追求夢想 要堅持到底 要努力 要奮鬥 但是我也知道很多人都漸漸的不相信這一套了 你們都疲倦了 你們覺得都是假的 你們覺得這個都是事後論 我也累了 我整天在鼓勵我讀者要追求夢想 我覺得越來越不熱血了 越來越不熱血了 所以我覺得 我想自己做一遍給大家看 想要自己做一遍給大家看 所以我就把當時所有的版稅都投進去這場電影裡面 跟他決一勝負 跟他決一勝負 這是我這輩子做過最愚蠢 勝算最低的一件事情 在沒有拍過電影的攝影師 沒有拍過電影的製片公司 沒有拍過電影的知情導演 沒有拍過電影的 很多很多人的支持之下 我們開始了那些年我們其追逐女孩的電影計畫 所以在演講的此時此刻 電影當然已經拍完了 電影非常非常的好看 靠的當然不是導演非常的有才華 靠的是女主角非常漂亮 陳彥希啊好有氣質 他過去一直缺乏一個代表作 但是我好喜歡陳彥希 如果真的有一個女明星 晚上會拿著劇本敲我的房間的門 請我告訴她如何被對白的話 我希望這個女生是陳彥希 我抱著那一種 如果那些年我們其追逐女孩 拍到最後居然是一部爛片 至少我也跟陳彥希 度過一個非常開心的夏天 我抱著這樣子的念頭 用了陳彥希當我的電影女主角 陳彥希非常有氣質 大家都知道演藝圈有很多美女對不對 演藝圈最多就是美女 但是常常看起來就是一副很笨的樣子 但是陳彥希看起來一副就是非常擅長 努力用功讀書的感覺 你看綁馬尾天下無敵 哭起來也超正 這張照片本來坐在她旁邊是男主角 但是我覺得不是很重要就把她卡掉 陳彥希啊她真的好可愛 我沒有辦法忍受其他的股東跟投資人跟我講說 就是你應該用誰當女主角比較有票房 我不能接受我覺得要演我的沈家儀 演我的沈家儀也一定要我自己好喜歡 就是看著她會傻笑的那一種女生 才可以演我的沈家儀 所以你看陳彥希光是做這麼智障的動作也好可愛 陳彥希 我在片場啊 其實有時候看陳彥希演都會演到傻笑 然後副導演就會說 導演導演那請問剛剛有什麼需要 改進的地方 我都會說我不知道耶 然後我說陳彥希 那個你剛剛演得很好 那你可不可以再演一次給我看 然後藏下的指令就是這種亂七八糟的指令 就是很開心 那其實電影拍到最後我都開始漸漸有點感傷 電影快要殺青的時候我都跟陳彥希講說 從現在開始我都要叫你沈家儀 因為我很珍惜可以叫你沈家儀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對其實我覺得是他撐起了這部電影的角色 男主角柯震東 好啦 男主角也蠻重要的 男主角柯震東呢 非常帥 跟我本人非常的接近 我承認並不是那麼接近 你要知道要找一個跟自己一樣帥的人來演自己有多麼的困難嗎 所以後來其實是找不到 最後我跟柯震東講說 柯震東 雖然你不夠帥 但是你可以用你的演技跟你的身高來彌補你跟我之間的差距 柯震東說好導演會盡力 柯震東在演那些年我們一起追女孩之前 他沒有演過任何的電影 沒有演過任何的短片 沒有拍過MV 沒有演過偶像劇 他一部完全的新作品就是那些年 那為什麼要選一個這麼完全空白的男主角來演這個角色 為什麼 因為男主角如果演得很好的話 是誰的功勞 導演 沒有別人 我已經把其他的變相都去除了 所以 柯震東 是個白痴 很可愛 叫他幹嘛就幹嘛 然後叫他脫衣服就脫衣服 就是完全沒有包袱 沒有心理障礙 然後我說什麼還要做什麼 非常勇敢 我很欣賞他這一點 就是智障 對 那 熬犬 棒棒堂的偶像熬犬飾演 我的情敵老巢 他非常的 好笑 在私底下跟我講很多亂七八糟的事情 都沒有辦法跟大家說 因為我們講好就是不能說 但他非常的可愛 很有自信 然後非常好相處 跟聖宇啊 私有的好朋友勃起 他的表演難度是裡面 縮演員最高的 因為有他出現的每一個鏡頭 他都在勃起 對 也所以呢 馬來西亞的朋友 應該是看不到勃起勃起的畫面 可以嗎 跟你們說一聲 就是 對不起 那 台灣知名的節目主持人 然後還有兼歌手 就是蔡昌憲 西友的好朋友 改編 對 他 有沒有看過邦嘎嗎 對 他也有 也有演邦嘎 那個 他演完邦嘎之後 他跟我說 導演 我想要演出一部 比邦嘎還要好看的電影 我就說 那你一定要來演那些女孩 後來 郝紹文出現了 郝紹文大家知道嗎 大家從小都看過他小雞雞對不對 郝紹文來面試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導演 我想要演出一部 比烏龍院還要好看的電影 我說 那你隨便去演啊 他說 不要啦 我要演那些年 我說好 要演那些年 郝紹文啦 只有我才可以把他拍得這麼有質感 對不對 那 彎彎 就是 台灣最厲害的 X話家彎彎 就是 飾演 沈家宜最好的朋友 你要知道 女主角旁邊的那個小跟班 他的個性啊 幾乎決定了女主角的個性 如果這個小跟班的個性是 整天愛打扮 很愛罵人 然後 很愛裝驕傲 表示這個女主角的個性也沒有多好 對不對 我需要一個笨蛋來演 沈家彎的跟班 彎彎 一看到他 我就覺得 我說彎彎讓我們來結合吧 彎彎說 刀哥 關於肉體的結合 我不是很方便 我說彎彎你不要誤會 就是 我們用電影來結合 所以彎彎她是 一個非常可愛 又 很憨傻的一個女孩子 這樣子女孩子當沈家彎跟班 正好可以烘托出 沈家彎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女神 對 所以彎彎 非常開心 就是有她的參加 彎彎跟我完全就是台灣出版界的 周杰倫跟蔡依林 對 那先給我們幾歲女孩啊 她就是一部非常有愛的電影 就是 不只是關於男孩子追女孩子的電影 也是一部關於青春 關於成長的故事 那 我真的好快樂 我做了這麼白癡的一個決定 把自己所有的財產都投下去 跟她決一勝負 你看好可愛對不對 我 在拍電影之前 在籌備的時候啊 我在臉書上面問沈家彎 我說沈家彎啊 我要拍電影了 她說我知道啊 我都有看你的網誌 我說 我有很強的執念 所以我把